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台湾的新住民人口 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么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 可以提升他们的经济自主能力 也提升他们的就业技能 所以政府单位也会跟一些 社会企业或者是民间单位来合作 提供一些就业媒合的机会 还有职业训练的课程 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 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新住民朋友 也可以来参加的职训的课程 有关于美洁美妆 这一方面的培训资讯 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热闹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三位来宾来跟大家分享 分别是苗栗县美资礼 造型职业工会的理事长 彭希云彭老师 还有两位新住民姐妹 来自于中国大陆湖南省的 向自柜 还有山东省的工维交 那他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来分享 他们参加职讯课程的一些心得 那我们先来欢迎彭希云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彭老师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苗栗县美资礼 造型职业工会这边 主要是开办哪一些课程呢 好的 那么我们苗栗县美资礼 造型职业工会 我们办职训的部分 已经大概超过了十年了 那我们的训练的主要的方向 跟我们的名称就是美资礼 造型 对对对 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 就是一些外在的 对对对相关美容的 整个复合式的多元技能 那我们今天主题主要跟大家聊 就是有关于美洁美妆 所以在工会这边有一个专门的课程吗 是的 那么我们在美洁美妆方面呢 我们分别有政府的补助课程 那针对是在职人员 或者是针对失业的民众 那么有政府的补助的一个资源 另外我们也有自办的认证班相关的辅导 那想要来上这个课 他们有没有什么报名的资格 就是说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啊 或者是说有没有本国籍 外国籍的限制呢 是 那我们这边特别提到就是 在这个技能的养成方面 我们在这边特别提到 就是我们的职前训练 职前训练的部分的话 政府的补助对象呢 像是我们45岁以上叫中高龄 然后还有我们的新住民姐妹 未取得身份证的 他们也是可以来报名 参加这样子的职业训练的课程 对对对 所谓的百分之百补助 就是说这个学费的部分吗 全额做补助 对 那上课都是免费 那材料费也都是政府会补助 然后另外还会有生活津贴 每个月就是一万多元的生活津贴 那么来支撑大家的训练 OK 所以等于说对于学员来讲 他们只要花时间来上课 对 付出自己的时间 那这些关于费用的部分的话 政府都会做一些相关的补助 对 让大家安心学习 而且也很着重就是说 结训之后的就业媒合 跟厂商的一个就是 座团会面等等 对 这后面在公会这边会协助他们 去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对对 真的学有所用 是 所以对于可能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相关的课程 那这个学员的部分既然谈到了这个可能学费政府会有不错的话 他有没有名额的限制 在名额限制方面通常这样子的班级呢 一般就是30个人为限 小班制教学 对对对 那我们觉得非常鼓励就是我们新住民姐妹呢 其实在这个资源的部分 我们历年来也发现 这个资源对新住民姐妹来说很珍贵 对 因为刚刚说都是有这个政府的补助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善用这方面的资源 好 那谈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姐美妆这一方面 在办理这样子的课程呢 历届的成果是如何 那他们通常是要花多少时间来上课呢 OK 那我们的训练的成果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训练超过十年 其实我们的有一个很大的宗旨是 讲师的培训的舞台 跟一个未来性的整体的培养规划 是 因此我们在这个训练成果的部分 如果我们以创转业来讲 那这个部分的目前就是说自行创业成功的 就是个案数呢 就是说比较难计算出来 因为真的很多 因为真的 哇 对 非常优秀 对 那我们想要就是特别就是在提出来 就是我们在讲师的培训的部分呢 OK 那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住民姐妹 那么已经成为政府跟职业训练的正式的老师 正式的这个职讯师之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有三位老师 哇 所以等于说他们不只是来这边学上课 可能之后自己就业有帮助 他们还更往上一阶去做讲师 这样子的方面去进修去培训 对 他们学有所成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进阶 在将他们所学到的 又再可以分享 传承给姐妹们 OK 所以这样子的练节 等于说是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帮助之外 也可以在更多的师资这样子培训的养成 对 而且非常有导引的 对 很有一个就是典范的作用 一样看到是我们新住民姐妹 对 可是她已经站在台上 在讲师台 所以那种学习方向的一个动力跟激励的话 是 是非常棒的 反而更鼓励台下的新住民的学员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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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他们其实创业成功的例子也是非常的多 非常多 对啊 然后成为师资在台上再交给更多的新住民姐妹 对 而且其实我们站上台上我们培训出来新住民姐妹的讲师 他们一定是创转业成功 就是有自己的事业体 是 工作室 那么我们就是有实务的很强的经验 那么再进入讲师的这个培训这样子 哇 那整个圈子越阔越大了 对 就一直深化 一直深化 对啊 所以 不只是说来上这个职业训练班 可能为自己未来的工作 培养一技之长之外 他们还可以往这一方面 可能师资培养这方面去走 对 也是一个管道 对 OK 好 那我们这一段呢 就先跟彭老师聊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下一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请两位新住民姐妹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来上美洁美妆这方面的直讯课程的一些心得哦 待会再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